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 今天没带上来 主要就是说 因为 我是公务人员子弟出生的嘛 我们没有任何的什么 祖光要晒 所以我们想要说 好好的赚钱啊 这样子啊 可是当时妈妈就会讲说 儿子啊 以后你要养老妈子 然后你又要娶妻子 你又要买房子 养小孩 又要买车子 要五子登科 就五子登科 可是那时候我们的薪水就只有2万多 然后很努力的 加班一个月 加班100个小时 再多个2万多 这4万多 我会觉得这样子怎么样子 关给妈妈的钱就不够了 我怎么样子 所以我们想要说要做另外一种投资 所以那时候想说刚好 我是从民国91年开始做投资 那时候我才26岁 然后刚好那时候出现了一个产品 叫做选择权 我最早是用选择权赚到一桶金 一小博大的选择权 但是还是从外面搬来的钱 去做赚那一桶金 所以钱其实还是没有还回去 所以你就变成你有现金 但是你有负债这样的状况 然后想说这样投资投资投资 可是后来因为有人介绍我们 去做一个东西叫做 当时叫做 好听的名字叫做 丙总贷电款 喔 就说丙总 对 他们讲丙总贷电款 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他就跟我讲 这是一种期货 但是你不用拿钱 对你就下去做 不用拿钱 对你不用拿钱 你今天赢钱你就拿输钱 你就给我 这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对啊听起来就不太正常 就好像我们正想 没有本的 赢钱你可以拿钱走 对无本的 地下期货 对对对 有这么好康吗 对所以他就是俗生的地下期货 地下期货的一项 对对对 因为一般我们在做期货 你要交易期货的商品 你必须得付保证金 那一口期货可能要十几万 但是有一些为了要考量到 顾及到一些 可能想要 不想赌博 但是想要让自己生活 变得更好的 让他们可以用 更无本的 没有钱又很想赚钱的人 这样子 白话就这样是不是 所以就创造出一个行业 叫地下期货 你下多少单 不用保证金 对 你只要当天算输赢 对对对 那赢拿走输怎么办 输你就掏钱了 还是要赔钱的 还是要赔钱的 因为当时人家就觉得说 我其实刚刚跟我们的爱赐富一样 我也是倍数达人 对因为我们选择权 当时也是五倍十倍在赚 所以人家会说 你选择权都能翻倍的 期货为什么不会赚 我们就因为这一点 下去拨了 可是我觉得应该期货是比较简单嘛 选择权比较难嘛 但是我在我们讲的 我喜欢做趋势盘的人 遇到了盘整上下波动比较大的时候 其实我是会受伤的 可是我经验少 我就在那时候去做做做做 结果不小心两天我就赔了一百多万 哇当时一百多万多大 而且都是年轻人啊 对对对啊 然后就赔钱的时候其实 赔钱不做了不做了 还是做 想要赚更多 只有这么多钱可以赔 赌场人生啊 没有想赌改变人生的人会这么做 因为后来就觉得说 工程师薪水赚不够多嘛 跑去做保险 那保险的话 我们讲自由多 然后诱惑多 来源管道也多 人家就会叫你东投资西投资 那时候我们也是有投资很多东西 然后也有钱 所以我们变成周转率增高 这一号二号钱进来 三号四号就要出去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在玩 跑三点半的游戏 那我的业务员的时候 很忙可能在做这个事情 对所以就是说 这样一直做都做下来 做了三年五年之后发现 我的负债好像没有处理掉 越来越大 你这样玩了三年五年哦 对就是说这样慢慢弄起来 就三年五年之后发现 我怎么银行 我欠到了四百多万 就是你做的收入越高嘛 所以你这样的资格就可以去 我觉得一定是它是三年五年 都有赚一点点小钱 每一次赚一点赚一点 但是殊不知另一边是在赔钱 而且是赚小赔大嘛 对 应该是说 但都只看赚的 我们都赚赚赚赚 突然就会有一个大的突出 然后你就会觉得 你压力越来越大 做了三年亏了四百五十万不OK 有没有被人家追债啊 有 有 就是人家顶多那个 波死没有 但是波期有 哇 就是再度证明电视眼都是 对 那请问一下被人 你有自拍一下吗 有自拍 他没有 他那是动态的 你要波的时候 趕快先拍这样 只能直播 这种生活你怎么过 你改变你的生活 是你想要过的生活吗 因为你已经现在里面了 你当时拔不出来 所以我们就想说 我们慢慢的去 想办法先存到一些钱 然后想说在这个市场上面继续拼 我还是想要拼嘛 哪里跌倒就要从他一站起来 哪里跌倒就想往哪里 改变人生 对 但是我会觉得说 听了都好心痛 就是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有大赚能力 但是我的那个大赔能力 我没有处理好 所以要先把那个大赔处理好 解决你才有办法在这个市场上面 赚到钱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 先休息正直 先练功 就是我们先做模拟单 去测试 去做统计 然后再又是找到对的地方 让我们练功 又可以赚到钱 所以我后来就去做 也是证券投顾 这方面的一个软体业务 你这样子黑暗骑鬼打枪多久 十年 十年在练功 然后这样负债 所以我们本来身材也还不错 我们后来就 压力 压力 踏车远了 对 真的真的 造型说他才能出来的 因为我们那时候 我们要吃那个一元水饺 对那种龙凤 不是应该说 因为吃的比较少吗 对 没有牵齐他 没有因为你没有 你会有一种空虚感 这一段就电视不是演的真的吗 好 没关系 我也想像这样子 好 十年磨剑 对不对 就是为了要重新再翻身 你找到方法了 大赚小赔 是 因为我们讲大赚小赔 其实就是说 本来是大赚大赔 对 应该是大赚赔更大 你本来是这样 对 因为有一个重点就是 因为当时的钱不够 你都是拿不够 不够保证金 不够逐数 去拼那个行情 你做出超过你的能力的事情 就是虚拟的钱 我觉得这样可以拼十年 我也蛮佩服的 对啊 它毅力很强 对 那相比如说我们讲的什么叫大赚小赔 好 这时候我们就用今年有一支股票 去年 去年的国具 对 前期最爱股 对对 这一支其实也是我今年的一个代表股 因为去年的6月份以前 它都是我们讲的价值型投资 当它一路一直往上面走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用两条均线 就可以看出 它到底会不会涨或会不会点 所以这时候我们 我这边用两条均线 一条叫做20MA 20MA就是我们讲的月线 那60MA就是我们的季线 你只要继续往上推的话 我们的均线就会一直往上面推 对 所以这时候均线形成出来的这个开口 你可以用这个开口去看 它后面也没有机会一直涨 所以当时不管我们讲的国具 它的有新闻没有新闻 它就一直在涨 它从10块钱涨到100块钱 再从400块涨到 推升的力道很强的时候 它就一路这样推上去 但是在今年6月份以后 我发现到它有一个 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 它持续的业绩持续创高 但是它股价开始往下压 所以在6月7月的时候 其实我当时也有写一些文章 提醒很多人说它会崩 所以当时我们 我跟我的 我们的家族同学一起操作的时候 整个一路一直滑下来 光这档国具我们就已经 拿到了75%的价差 其实做空要75%很难 对 对我们从900以上 一路做下来做到300多 900放空到现在 对 都出清了吗 就我们慢慢会去做调整 对光我们讲因为 如果你是从头到尾是看75% 但是你从中间再切下去的话 其实它的我们讲腰 股价腰斩有两次以上 所以像这样子做下来 其实还算蛮OK的 对这就是我们讲的 大赚小赔的模式 光用均线交叉 其实可以看出 这个行情的多与空 所以我刚刚我们来宾讲说 一定要有基本面或什么 其实我们讲这一段 后来这段滑下来的时候 其实它的基本面是已经失灵了 所以我们应该是说 这个是资金筹码面 我是比较偏重于资金筹码面的一个 因为它基本面其实是还不错的 是 就体质要好了 这个是不错的 但这个操作 对一般人来讲 是不是难度蛮高的 其实也不会 你慢慢去看很多股票 很难 没有威廉 所以他讲的 他其实讲的其实算是我个人是认为是 小学生都学得会的东西 真的假的 他就只是看线而已 光看线就会画线 小学生就可以操作国具放空赚钱 爸妈借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我跟他讲那个均线是什么概念 他刚才有提到20日均线跟60日均线 这个意思就是过去20日这档股票股价的平均成本 对 那60日就是过去60日的平均成本 那如果平均成本要越高 那均线就往上 平均成本要越低 均线就往下 那是不是小学生的数学题 是 对啊 那只要学会这个小学生的数学题 那你再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判断 其实是不难 但是重点是你要在股市中赚钱 不只要有小学生的知识 你还有像贝尔的胆次才有办法 对 苦练10年出来的胆次 对啊 好 这是什么 七张点 我简单 简单整理一下一些重点 那我们讲的七张点的一个投资法 基本上就是我们讲的股本要小 具有标股血液 像我们讲的 如果从以前国具来讲 它有从10块钱标到1300这样子的话 未来你只要有再找到这样 我们刚刚看到那样线形的一个交叉的时候 其实我们未来还可以再琢磨 像我们讲的最近的很多标股 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前面有先标个三天五天之后 它就一路上去了 那我的操作法我都会去找七张点 就是说刚开始攻击的时候第一根 就是刚好站在我们刚刚讲的 60均线的时候 它会形成一个交叉 我们切进去先试试看 你就有可能买在第一个七张点 好 那我们讲的再就是 那我们讲的月线跟季线就是必须要上弯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交叉问题 那就是我们讲的 那观察我们讲的 是不是有符合V型反转的条件 V型反转的条件就是我们讲的 原本它是往下面跌 后来就往上面涨 它是一个V型 那意思就是很像我们从二楼跳一个弹簧床 从二楼跳到一楼 那我们这个弹簧技术够强的话 它可以把你推到二楼 甚至把你推到三楼 所以我们会去找 它刚好踩下去有拉上去那个动力的时候 我们去做 所以像这个动作的话 从K棒我们可以看到有会打到一支 下引线的股票 而且当时会爆大量 这时候就是很容易股票换手 所以你用这样的方式去搭配均线交叉 是很容易抓到第一根七张点 这很容易抓到 因为其实这完全是技术分析的前面 对 完全